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華為正在密謀量產12和14納米製程的芯片 另外,華為業績經受連打擊終於回來了 2022年的銷售額重現增長 美國媒體說華為有驚人的生存力,繼續在電信業稱霸全球 華為輪席董事長徐席君發表2023年新年致詞 他說2022年是華為重應對美國不斷制裁的戰時狀態 逐步轉為制裁常態化正常運營的一年 也逐步轉危為安的一年 他說華為將充破一切艱難險了,有質量地傳活下來 他並提出,未來10年華為將它打造領先的行業數碼化、智能化、低碳化解決方案 以及工業互聯網平台 努力將數碼世界帶到每個人、每輛車、每個家庭、每個組織 讓智能世界的願景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徐席君也透露了一個重要數字 他預計,2022年華為的銷售總收入將達到人民幣6369億元 他也說到不同版法的業務 資訊通訊技術即ICT基礎設施的業務保持穩定增長 手機等終端業務下行的趨勢放緩 數碼能源和華為雲的業務快速增長 而智能汽車部件的競爭力和用戶體驗顯著提升 徐席君說到華為2022年的銷售收入有6369億 而台灣對上一年即2021年華為的全年收入按年下滑28.6%至6368億元 換言之華為從上年的收入急滑到去年收入止跌回升 有一億元的輕微增長 可以這樣總結 華為已經活下來了 而且活得很好 華為受到美國這個超級大國 以莫須有的理由全力打擊 始至2019年5月16日 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並且要威脅國家安全為由 將華為列入黑名單 意味著華為既不能向美國和他的盟友採購芯片 將會嚴重影響華為的手機生產 另外 美國亦都大力遊說他的盟友 不要採購華為的5G電訊服務 美國的目的不是為了什麼國家安全 而是想將華為這間中國最先進的電訊科技公司 一舉打殘 最好打到華為倒閉破產收場 而早在2018年10月 美國已經叫加拿大 拘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這也是攻擊華為計劃的一部分 是想打擊華為創辦人 孟晚舟的爸爸任正非 任正非面對美國排山倒下的攻擊 既罕有感 走出來不斷接受訪問 澄清華為並沒有任何違反美國國安全的行為 他也積極部署為華為救亡 首先要令公司傳活下來 而過去從沒有一間商業公司 受到美國這樣全方位制裁兼打擊 可以生存下來的 美國制裁華為第一年 即2019年 華為下半年的業績開始放慢 但那年的全年銷售收入 還有8588億元人民幣 和去年相比增長了19.1% 正利潤有到127億 由此可見 如果華為不是被美國打壓 它的收入和利潤還會更大幅增長 而和華為手機相關的消費者業務 是華為業務的最大一個板塊 2019年 消費者業務的消費收入 有4,673億元 同比增長高達34% 也佔華為總收入的54% 這部分也是深受打壓的業務 到美國制裁華為第二年 即2020年 華為的業務開始呆滯 2020年華為的銷售收入 8914億元人民幣 同比只是輕微增長3.8% 到美國制裁華為的第三年 即2021年 制裁的惡劣效果開始呈現 華為被迫出售 旗下的中低短手機紙品牌榮 榮榮是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的重要一員 每人出貨量超過7000萬部 佔中國手機市場超過10% 為華為持續創造可觀的利潤 但由於華為在美國制裁前 買的芯片越融越少 賣走榮榮既可以收縮戰線 既可以套回大筆現金 讓華為度過寒冬 這一年也是華為業績大倒退的一年 2021年 華為的經營收入只有6368億 同比大幅下滑28.6% 這個既反映了 賣掉榮榮手機 扣除了銷售額的影響 也反映了華為生意的倒退 去年即是2022年 是美國制裁華為的第四年 也是全球電子產品銷售 大幅倒退的一年 那年8月12日 華為內網發表了一篇 由任正非簽發的文章 文章提到全球經濟面臨衰退 消費能力大幅下降 華為首先要活下來 活下來就有未來 而華為在去年上半年的銷售收入 有3016億元人民幣 同比效率5.8% 但如果華為論席董事長徐席均說 華為去年全年可以實現銷售收入 6369億元 比上一年還有1億元的增長 由去年上半年銷售倒退5.8% 變成全年微升 等於說下半年華為追倒數 銷售有增長 華為挺過來了 美國媒體也認為 美國對華為的制裁白亡一場 華為的生存能力驚人 華為的《街日報》 在去年11月有報導說 華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通訊設備銷售商 它去年一收入已經連續第二季增長 有跡象顯示 華為在經歷美國多年的懲罰性制裁之後 去年的業務已經開始穩定下來 報導說 華為第三個收入 達到人民幣1442億元 按年增長6.5% 而華為是消費通訊設備的核心業務 取得成長 而過去一年多以來 華為的智能手機銷售銷減 和向很多國家的消費通訊設備 受制裁影響而減少局面 已得到逆轉 華為為何可以壓制著 消費收入下滑趨勢 有眾多原因 一方面 華為仍然在中國市場 贏得大型合約 市場調言機構的數據顯示 2022年上半年 全球通訊設備市場爽升的排名 華為仍然是全球第一 全球最大的通訊設備銷售商 另外報道說 前兩年 華為公司收入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手機銷量大跌 但近年以來 華為大力調整策略 不再以賣手機為主 而是做全場景的智能產品 包括打印機 個人電腦 不基本電腦 顯示屏 電視 手錶 手環 電源插座 什麼都可以做 而華為的終點業務 也大舉進軍汽車領域 不單幫汽車企業設計汽車 還直接賣汽車 這些都大大增加了華為的銷售收入 華為的銷售收入 華為的銷售收入 華為銷售總統說 依然二年 華為挑戰每年銷售三十萬輛汽車的銷售目標 合作七十幾年的銷售額 將超過一千億元 華為賣車的金額 終於抵消部分華為手機銷售下滑金額的影響 而華為去年九月推出尾五十手機 雖然這部手機沒有五支 但是四支也做了性能增強 這本手機熱賣 也有助華為提升去年第三四季的業績 結論是華為透過種種努力 從美國的極限制裁中全滅下來 另一方面 打不死的華為還在芯片製造上大力投資 華為做在2020年 就在上海建設一間不涉及美國技術的芯片工廠 合作者是由上海市政府支援的上海集成電腦研發中心有限公司 美媒報道 這間工廠從製造低端的45納米芯片開始 先在2021年為密聯網設備製造28納米芯片 並且在2020年年底為五支電訊設備 生產20納米的芯片 華為全面令部分業務去美國化 近日有消息說 華為將它生產12納米和14納米製程的芯片 著名科技博客近日在內地微博爆料 說華為已經準備好量產12和14納米製程的芯片 又說新芯片將於華為的名義發表 華為在美國商務部制裁之前 一直都透過子公司HiSilicon推出自家開發的芯片 雖然在美國制裁之下 華為的相關公司 沒有辦法找到先進設備 生產3納米和4納米這些 應用起手機的先進製程芯片 但華為如果量產12納米和14納米芯片 仍然可以用於穿載裝置或者密聯網產品 爆料者說 部分芯片的型號 已經在商業發佈之前 在內部使用 量產12納米和14納米製程芯片 是華為重新投入芯片市場的第一步 未來會不會推出更加先進的芯片 還未能確定 但可以肯定華為是一步一步 在芯片領域修復失地 另外《起石榴台》的時業化評判會說到 英國人開始後悔了 民調顯示 很多人認為他們高估了英國脫鉤的好處 而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 他們支持重返歐盟 歡迎《起石榴台》免費試看 另外秦剛升任中國外長 而你和《起石榴台》我在現場節目 就會說到 2019年10月 他在北京的《國慶70週年典禮》上 見到秦剛 秦剛便直接問他 你們香港究竟搞什麼? 可見這個外長性格非常直爽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榴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榴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榴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榴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瀏覽《石榴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aho. 《星大蜘蛛》 回家誕的問題 machst...... ルー 剛剛